好 主播各位观众 早安 记者目前就位在了台北的市场 可以看到一大早其实就陆陆续续有采买的人潮了 不过说到台风天过后 可以发现其实夜菜类是涨了三到五成 其中尤其是香菜 有菜摊说一公斤的批发价已经涨超过了一千元 那么芹菜是涨超过两百元 实际现场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也来访问一下菜摊老板 老板您好 早安 早 您好 想请教一下有这个民众有说 这个香菜还有芹菜在台风天过后确实有比较贵 是有这样的状况吗 那个香菜最主要它是最怕雨水 而且又泡在水里面 那太阳一出来的话整个曝晒下去 那个香菜都会枯黄 都等于说烂掉了占九成 像这几天来的香菜 平均的一公斤都七八百一千多有 但是其实那已经非常的稀少 所以这阵子的新香料真的还是蛮贵的 那什么时候菜价会回稳啊 这一次是近十年来是最严重的一次 以我们的青烟像这种状况最少要三个礼拜以后才会稍微回稳了一点 那现在有什么样的蔬菜大家可以选择 现在好在就是说我们高山的高丽菜 还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价格都在五十块以下 这样子算起来还算可以接受的范围 所以消费者是以高丽菜为主比较划算 野菜类的话当然这阵子最少都六七十块起跳 可以听到呢虽然香菜的涨幅是非常的大 不过依然供不应求 而且南部的产地也预告了 因为接下来了两周要将进入复更期 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菜可以卖了 对此油量饭店呢也趁势推出了优惠 野菜类每一把二十九元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菜价会回稳呢 消费者恐怕还要再等上一阵子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时间画面交换朋友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